Hello 各位同學,我們繼續講Linear Equations to Announce 才學習 上一次我們已經說了Method of Substitution 要怎樣做 但我們一開始說了,LGB的Method有兩種方法 我們這次就介紹第二種方法,Method of Elimination Elimination,中文就是刪除 虐減之類的意思,我們就透過刪除其中一個Anon 去找另外一個Anon 其實我們的概念是一模一樣的,跟 Substitution 這兩個方法其實都是一樣可以的,沒有分別的 看看Elimination,我們要怎樣做 首先就是,第一步我們先把名字的Equation 給了名字之後,我們看看有一樣的Unknown Y和Y 這次我們顧著是減Y 為甚麼顧著減Y呢?我想強調它是減Y Equation 2,其實我們再強調一點,它應該叫做加Y 即是有一個加Y和一個減Y 兩條Equation裏面,我們有一個未知數 你看到這個Term 是完全一樣 不是,差一點點,一個是加,一個是減 OK,差不多是一樣的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方法 去消滅了這個Y這個Term OK,記住,我們的目標是要消滅其中一個Anon 我們要怎樣消滅它呢?兩條Equation,一個是加Y,一個是減Y 如果我們有一個加Y和減Y,你怎樣可以令它們互相消滅呢? 我們只要將加Y和減Y加在一起 一個加Y,一個減Y,我們就可以消滅了它 所以我們做的是甚麼呢? 就是將兩條Equation加起來 咦,怎樣將兩條Equation加起來呢? 做法是這樣的 我們就是將左手邊 Left hand side 就加上Left hand side Right hand side 就加上Right hand side 兩條Equation 相加 OK,就是將等好的左手邊加起來 以及等好的右手邊加起來 OK,這就需要甚麼呢? 這個4x減Y OK,我喜歡專門減起的 這個就是Equation 1 OK,等好左邊 這個Y就是Equation 2 OK,它只有一個Y OK,加一個Y OK,而等好的右手邊,右手邊 就是Equation 1 就是右手邊 OK,一個3 加上Equation 2 的右手邊 OK,這個減X加2 就是這樣了,我們兩條Equation 雙加,就是Left hand side加Left hand side Right hand side加Right hand side OK,這樣加起來之後 我們就發現,咦? X減Y和加Y 減Y加Y就放在一起 OK,兩個加起來 這樣就會抵消了 所以我們就會消滅了Y OK,看到嗎? 我們消滅了Y 我們拆開了 然後呢,這個3加負X加2 那就變成什麼呢? 那就是減X加5 3加2就是5 那我們把X丟在旁邊 我們解決定了 那麼我們會找到X就等於1 我們找到其中一個未知數了 OK,其中一個 unknown 之後我們要做什麼呢? 其實我們還是再用Substitution OK,我們第一步就用了一個Elimination 在這個Elimination裏面 我們都是找到其中一個未知數 找到這個未知數之後 我們都一樣的 我們都是用一個Substitution OK? Substitution 回到其中一條的Equation裏面 我們去找回另外那個 unknown OK? 所以我們找到Y就等於1 最後答案回到Solution 就是X就等於1 Y就等於1 這個就叫做Method of Elimination 這個方法有時會方便一點 只要我們看到有些一樣的Term 而記住我們一定要消滅到其中一個 unknown 我們才可以的,我們在做Elimination裏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消滅了它 看一條這個例子 我們就很明顯看到什麼 2X加Y就要5,2X加3Y就要3 2X2X,這兩塊東西就一樣了 看到這兩塊東西一樣之後 我們就會想 兩塊東西一樣 我們怎樣才可以消滅到這個Term呢? OK? 它兩塊東西都一樣了 那就是什麼? 那就應該有兩個雙減了 OK? 兩條Equation雙減了 OK? 我們目標是要2X減了2X,這樣就會消滅了它 OK? 所以我們就用Equation1-Equation2 我們會得到2X加1-Equation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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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ation3 然後減2X就會消失了 因為其實我們做這個動作 我們是處心識類的 我們計好數目標就是要減走2X 令到整個2X的Term消失了 OK? 所以是減完之後它就會消失了 這個預期之內的結果 而剩下的就是一個加Y-3Y OK? 這個刷開句話的時候要小心 這個是減好的 OK? 所以Y-3Y可以等於2 5-32 所以我們 subside到Y-1 我們在找到Y之後 減zych 快一些其中一條Equation 那麼減ư wil driver Eq 17 因爲我們去 circle 1 我們便會找到X panthe粒是 3 這個稱為Method of Elimination 再至於關於問題 x和3Y的-1 可能有同學會問 我要兩個雙減,為何一定要是 equation 1 減 equation 2 呢? 我可不可以 equation 2 減 equation 1 呢? 當然可以 而且,其實我傾向會選擇 equation 2 減 equation 1 雖然兩種方法是一樣的,是沒有分別的 最後找到答案的 但為何我會選擇 equation 2 減 equation 1 呢? 因為你會發現,我的微知數減完是一個正數 大的微知數,減小的微知數,3y減y,我會得到2y 正數,是不是很開心?是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會選一個大一點的微知數,減小一點的微知數 我會選擇 equation 2 減 equation 1 OK? equation 2 減 equation 1 呢? 就會得到正的微知數 但是你會發現,後邊的sir 這個3減5就是負2,那就是負數 是的,當然有機會出現負數 但是你選個微知數是負,還是選一個數字是負? 以我的經驗來說,選數字是負,會錯的機會是小很多的 所以我會選擇,雖然如果有得選擇的時候 那我就會選擇微知數去做正,數字是負 OK?如果我有得比,當然比了兩個都沒有負 但是沒有得比,一定有負的時候我就會這樣選擇 所以我一樣找到y等於負1 那後邊的步驟呢?會不會一樣的? 所以這一個就是mine-for-elimination 我可以選擇 equation 1 減 equation 2 減 equation 2 減 equation 1 減 equation 2 咦?我究竟是加還是減? 這個呢,就要透過大家看到兩條 equation 的時候 然後呢,我們去選擇了,你看到一樣的 term 的時候 我究竟應該要用加的方法去消滅它,還是用減的方法去消滅它 有一個簡單提示就是什麼呢? 只要兩條 equation,現在我想消滅的 term 呢 大家都是同符號的,他們都是正的 都是加的 我們就應該是兩個雙減,因為是一樣的嘛 兩個一樣,我們就應該是兩個雙減了它 兩個都是負呢? 兩個都是負的時候,其實都是雙減的 大家一樣的時候,完全一樣的時候,就減掉它 但大家若果是一正一負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選擇雙減了 一正一負的時候,就會選擇雙減了 總結一下, method of elimination 怎麼做呢? 第一步都是,先給名字 第二步就是什麼呢? 選擇其中一個去 eliminate 我們選哪一個去 eliminate 呢? 我們通常就會選有 Equal Coefficient 的 term 這個 unknown,就是這次2x2x 大家是一樣的 它的Coefficient,它的漢數,即是2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會選擇去 eliminate 了 OK,接著要做的就是我們用 Addition 或者 subtraction,或者加或者減兩條 equation 去消滅了那個一樣的未知數 OK,接著就去 solve 了它 Solve 完它之後,之後做法 跟之前一樣的 濕實條下去,找另外一個未知數 就可以找到整個 solution 這個就是 Medford Elimination